喝过喝茶也能够帮助我们对峙妄想分别烦恼 当喝茶的人在喝茶的时候 如果心境一点妄想妄念都没有此时差 此时喝茶的人的心灵一定很平静 同时妙心性像满月一样圆满又清明地照亮着喝茶的人 茶茶的活动它有一定的仪轨 就好像我们很多的法会都有仪轨 那当然这个仪轨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所以一开始要醒茶 醒茶的目的就是把茶叶叫醒 就让茶叶能够有得到舒展的空间 然后再泡茶 那每一种茶的茶性不一样 也就是说它在栽培成长的过程 它的本质本体不同 所以有些茶叶是要泡40秒钟刚刚好 有些茶叶要泡一分钟刚刚好 这就是要一种规范 为什么要规范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我都很强 自我都很重 所以我们会 如果我们不在活动中做规范的话 那很容易你的习气就带出来了 就我在家就是这样泡 为什么你要那样泡 那个我又出来了 那我们学佛就是要调伏那个心 调伏那个我 心即五蕴 五蕴即我 喝茶的人又何必至饶多事 借着喝茶参禅才说是圆满清明 心意若无一点妄想妄念 心灵必然平静清明 当喝茶的影子一出现在脑海中的时候 刹那间空灵蒸炉就被妄心遮盖 此时平静的心灵又变成妄念纷纷的心意 像这样的道理任何时间都可以只月亮一般向他人解说 为何要在主查的时候才要说出真灵空如的隐藏与显露 十方新闻王天伦 陈毅上高雄采用大道